Hello, I'm Corey. Hi, I'm Trevor. 我们是Delta Force的安全团队 负责保障大家游戏时的账户和资产安全 为大家提供公平、无作弊的游戏环境 我们团队已经有了近20年的安全游戏运营经验 为CODM在内的多款知名游戏提供了全球化的安全服务 我们工作里经常会有一些大家听起来不明觉厉的专业术语 如果我讲那些的话,我估计你很快就会关掉视频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打算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 让我们先从返外挂的原理开始说起 安全服务主要分为加固与返外挂 如果把游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 那么加固就是这个房子的防盗门 用来抵挡坏人,也就是恶语程序的入侵 而反外挂功能则是我们在防盗门后面又增加了很多陷阱 防御乃至反制的措施 当坏人突破我们的防盗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措施与坏人进行对抗 进一步的消灭恶意程序 我们的加固和反外挂方案都经历了多年大量用户的验证 每年我们都会跟市面上同类的产品进行技术对比 我们的防御能力 词别外挂的准确度和数量都是全球领先的 也获得了很多玩家的认可 其实安全防护的工作有很多种 但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反外挂了 那么提到反外挂 我们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将它分拆成两步 第一步是发现外挂 第二步是处理外挂 我们先聊聊怎么去发现外挂 这主要有两个途径 其一就是我们会使用安全工具 对游戏数据进行监测 去及时的发现异常的一些情况 并且对它们进行实时处理 当然这就涉及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技术细节了 举个例子来说 FPS游戏最常见的外挂就是透视和自描 而它们的实现是有一些共性的 我们会对这些共性进行全量的监测 一有问题就可以立刻发现 而且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对所有玩家的对局进行监测 一旦有异常行为 比如远距离抢别人箱子了 玩家直接飞上天了 我们都可以立刻记录并实时处理 上面提到的这些发现外挂的手段 在PC端和移动端会略有差别 但原理是一致的 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 我们也会主动地去发现外挂的渠道 潜伏到外挂的社群里去探查敌情 购买外挂回来跟我们进行分析 以便找到更快地处理它们的办法 说到这里 大家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戴口罩了吧 说不定我们也要去当卧底 得预防一下被做外挂的认出来 是的呀 外挂在暗 我们在明 可是得好好地长点心眼 前面提到的都是我们主动去发现外挂的途径 另一种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玩家举报了 我们为三角洲行动配备了非常丰富的举报方式 游戏内在结算页 聊天窗口 历史战绩页 都能通过很简单的操作 对外挂和违规进行举报 在游戏外 你也可以在各种社群和客服渠道进行留言 我们有专人对这些举报进行实时的统计和收集 不过呢 收到玩家的举报并不等同于发现外挂 我们也会对被举报的人的情况进行详细的核实 实吹之后才会进入外挂处理流程 不管外挂是怎么被发现的 我们的处理原则都是实施处罚 我们会尽快实现对作弊玩家的封禁 以及对外挂利用漏洞的封补 当然 技术日新越异 外挂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对抗有一些外挂的时候 可能处理时间会长一些 在封禁作弊玩家 封堵外挂利用的游戏漏洞之后 我们会将新发现的外挂案例 录入我们的后台数据库 这样当这个外挂再出现的时候 安全工具就能快速地响应 让这些外挂马上失效 可能有的玩家会问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技术过硬 外挂处理也很及时 但却一直无法根治外挂呢 这就要谈到FPS的特性了 FPS游戏 为了让玩家有最好的游戏体验 注定要将一部分的计算逻辑 放在玩家的客户端 也就是电脑上 这就给了外挂作者非常大的可乘之机 而现如今 计算机的不断进步 又使得这些黑产团队 不断地推出更新 更复杂的外挂形式 也使得我们不断地 要更新自己的能力 来对他们进行对抗 反外挂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拉锯战 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是的 而且处理外挂除了封禁和封毒以外 我们也要核查外挂所造成的影响 并进行及时的补救 例如 外挂在游戏内产生了海量 可以流通的物品 对游戏的经济安全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我们就要进行删除 又例如 有玩家利用外挂获取了违规的收益 我们也要进行追缴等等 以上都是我们线上处理的手段 针对一些情节非常严重的外挂团队 我们也会配合警方进行线下抓捕 运用法律手段打击这种违法行为 后续我们将尽快上架一个专属的安全网站 提供安全公司 举报查询 处理查询 信誉分查询等功能 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不需要用到这个网站 但万一有需要 我们也想提供最好的体验 当然 游戏的安全工作除了反外挂之外 还有许多方面 例如管控经济黑惨 文本辱骂等等 我们都有一一对应的解决方案 毫无疑问 我们对于外挂的处理态度 是绝对零容忍的 也请大家相信我们 一定为大家创造一个 安全公平的游戏环境 期待大家来玩我们的游戏 谢谢 拜拜 感谢观看